永续发展议题在气候变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 成为各国积极探讨的方向 新加坡能源市场管理局日前就委任专业咨询公司展开了一项研究 探讨本地可转换的再生能源和科技 以及未来30年应该采用的能源策略 屋顶上的这些太阳能板一天的产电量达10千瓦 即使在阴天系统因为有了这个锋利发电涡轮 也能生产三千瓦的电力 屋主透露整个发电系统花费三千元打造 我国也希望进一步发展再生能源 不过得先确保产电成本低廉和供应稳定 能源市场管理局日前委任专业咨询公司奥亚纳展开四个月的研究 了解哪些低碳能源生产选项最适合我国 向捷径能源转型是大势所趋 不过受访专家表示必须寻求低成本 转型的脚步也不宜太快 我国的目标是在2030年让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峰值 2050年之前将这一峰值减半